主料,卡夫奶油芝士150克,鸡蛋2个,消化饼80克,补量,泡打粉2克,金酸奶油40毫升,砂糖60克,牛油60克,锡制1张,迪金面粉10克,玉米淀粉15克,盐1克,蓝莓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用餐人数,1到2人,牛油分开2份, 1份40毫格水加热融化,消化饼锤最后倒入牛油内搅拌均匀,倒入蛋糕模型内用反面过压平后,放入冰箱冷藏3个小时定型,面粉或筛后混合盐和泡杂粉备用,卡夫芝士适为放软,2个小时混合牛油20毫格水加热融化后,倒入砂糖打均匀后分,次倒入鸡蛋打均匀后,分两次倒入奶油精卿,快速搅拌均匀, 面粉分2-3次倒入奶油芝士壶内,快速轻轻搅拌均匀后,到1分新鲜蓝莓搅拌均匀,取出定型的蛋糕模型,倒入蛋糕壶,表面撒上适量的新鲜蓝莓,烤箱180度预热,蛋糕模型外层包裹上锡纸备用,烤箱115度中层托盘, 加水和水烘烤40-50分钟即可,随时注意蛋糕表面上闪后,使表面该吸制地面烤焦,取出烤好的蛋糕稍微谈凉后,放入冰箱冷藏6小时或过夜即可,烹饪技巧。 注意烤箱烤制时间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